恭敬法师 慈悲开智 尊敬的 博士 敬中学会 以及 诸位同修 诸位护法 大家六四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 在借这个 奉修的姻缘 再来跟大家 讲讲话 也互相鼓励 希望我们 学佛 以及念佛 能够得到利益 特别是这一句 弥陀名号功德不可示意 尊敬的 这位同修 三个星期啊 我已经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欧义大师 在弥陀经药节里面 为我们 分为七大类 首先 我们必须要深信净土 而信为我们 分为七种 第一种的呢 就是信佛言 在这个地方啊 欧义大师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是释迦牟尼佛 劝导我们 特别在弥陀经 连续的四次 都劝导我们 要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命后 不仅仅释迦牟尼佛 也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也为我们证明 换句话说 也劝导我们 念这句名号 但是关键在哪里呢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 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都劝导我们 念这句阿弥陀佛 这句名号的好处 有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 凭什么呢 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你才会对于这句名号 产生的深信 有相信 有信心 比方说 我要移民到一个国家 比方说到澳大利亚 你首先必须要了解 澳大利亚这个国家 政策好不好 我能不能在这个地方 安居乐月 我住下来 能不能有安全感 你了解 你明白了 我来办这个移民的 所需 在比方说 非洲 有一些国家 每一天的政策 很不稳定 甚至于有时候 打打杀杀的 你住下来 也没有安全感 你会不会搬到那边 移民到那个地方 去住吗 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很清楚 很了解 这个国家的情形 这个国家的状况 你才能够下定决心 我要住哪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能不能带到 给我一个安全 能不能住下来 能不能平安 那道理也是一样的 那今天我们念这句名号 那这句名号的好处 对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要念这句 阿弥陀佛名号 凭什么 而且不仅仅释迦牟尼佛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没有一尊佛都不 劝导我们念这句名号呢 什么原因呢 在这个地方 必须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才能够进了第二步 因为偶一大师在弥陀经 要起第一个 先告诉我们 你要信佛言 你要相信佛的话 你才能够进到第二步 那什么原因呢 如果大家了解这个事实真相 你就明白为什么 我们要念这句名号了 首先偶一大师在弥陀经要解 把信分为七种 叫我们信佛言 如果我们把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个宇宙是什么呢 等一下会跟大家说明 一般社会叫做宇宙 在佛法里面不是叫宇宙 真正搞明白 搞清楚了 搞清楚了大家都会了解 一切诸佛为什么教我们念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问题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 你明白了 你明白了这个宇宙里面 这个宇宙就是整个宇宙很大的宇宙 我们佛教中在三千大千世界 你说这个世界有多大 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 如果你把这个宇宙里面真正的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就会了解为什么 十方诸佛如来 劝导我们要念这句名号 我们看下面 这个宇宙在佛法里面叫做法界 我们一定要知道 宇宙是一般社会人称为宇宙 这个宇宙有多大 但是在佛法里面不称为宇宙 整个法界 那个这个意思就更广了 这个意思更广了 那为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为什么 我们看下面 一般在大成经有一部 叫做招募客宋 一般的道场 一般的道场 都有这一本书叫做招募 招就是招客 牧就是网客 一般里面 一些丛林 一边的道场 都有这一本书 那招客里面 有念什么经 网客有念什么经 这个里面 归纳起来 称为叫做招募客宋 里面很多 有浦门品 有这个 这个弥陀经 有药师经 还有八十八佛 种种的 里面一般的道场 我们会看到这一本书 那这一本书里面 有一本 有一部叫做八十八佛 我们印尼的道场 以前 一般都有送这一部经 在初一晚上 我们一般都会拜这个八十八佛 那八十八佛的内容 为我们说明一句叫做法界葬身 阿弥陀佛 叫做法界葬身 阿弥陀佛 在八十八佛里面 最后的一句 你把这个八十八佛念完了 在八十八佛的下面 有一句 有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念什么呢 叫做法界葬身 你们可能对这一部 不是很清楚 但是以前师父出家 常常都念这一部 因为我师父的道场 每一个初一十五 都会念这一部经 所以我对这一部经很熟悉了 所以他最后的那一句 他有告诉我们法界葬身 那法界葬身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你就明白了 什么叫做法界葬身 法界葬身是指阿弥陀佛 是法界一切诸佛如来的本灵 而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 是阿弥陀佛的别号 所以叫做法界葬身 尊敬的 你想一想 你念这一句名号 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等于去念 念什么呢 你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 通通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 你想一想尊敬的 这一同修大的 你念一句阿弥陀佛 等于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 全部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 那你自己想一想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有多少 无量无边 你在大大大成经里面 都是地藏菩萨本愿经第九品 称佛名号第九品 你去这一品里面 你去看一看 地藏菩萨本愿经告诉我们 你念一句佛的名号的功德有多大 那不可思议的功德 今天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等于把十方一切诸佛的如来名号 全部通通念下去了 你想一想 这一句名号的功德有多大 所以这个是大问题 不是小问题 尊敬的 你要懂得你今生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为什么主师大的告诉我们 是稀有难逢的一天 你才能够有这个大福报 遇到这个法门 如果你没有大伤根 大福德 大因缘 你怎么能够这一生能够遇到这个法门呢 所以你要懂得珍惜 要懂得去修行 怎么样去修持 所以尊敬的追同修大德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 是阿弥陀佛的别号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本名 是阿弥陀佛的本名 所以我们可以去思维一下 去想一想 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都劝导我们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这一句名号功德太大了 所以你看哦 《弥陀经》里面有一段经文 这一部《弥陀经》 释迦摩尼佛讲经说法可以说是最特别的 五问之说 没人邀请释迦摩尼佛主动为大家说明 而且在这一部经里面 我们看到一段经文 释迦摩尼佛问释迪佛何谓名为阿弥陀佛 释迦摩尼佛问释迪佛 为什么西方其的世界的导师称为阿弥陀佛 释迪佛在释迦摩尼佛弟子当中代表智慧第一 释迪佛也没办法来为释迦摩尼佛解答这个问题 释迦摩尼佛问释迪佛为什么西方其的世界的导师称为阿弥陀佛 释迪佛没办法 只能听只能看 没办法为释迦摩尼佛解答这个问题 释迦摩尼佛没办法自己解答 在里面讲得很清楚的 所以佛在大陈经告诉我们 我们看下面的 唯佛以佛方能究竟 非九戒之力所能信解也要 这一句名号的功德只有佛以佛才能够知道的 我们九法界的众生是没办法 连那些大菩萨都不知道这个佛的功德有多大 只有佛的境界 达到这个佛的境界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连大菩萨都没办法了解 你想一想 说明什么 说明这句名号的功德真的不可适宜的 除以尊敬的 除以同修大德 你有这个因缘 吻到这个法门 你有这个机会 吻到这句名号 你说你的福报大不大 真的很大 还有我要提醒大家 很多大菩萨求都求不到 你们有这一生能够遇到你不好珍惜 那真的很可惜了 所以很多人容易得到不懂得珍惜 所以不会念 你看释迦牟尼佛的父亲静犯王 临终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没有劝他修什么法门 只劝他的父亲赶快念阿弥陀佛 发愿念佛求生信徒 静犯王问释迦牟尼佛 佛啊 你是人间导师 你的法能够帮助一切众生成佛 为什么要劝导我念阿弥陀佛呢 这个道理很深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翻译 翻译过来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你就明白了 阿翻作无 弥陀翻作量 佛翻作觉 翻作智 那你把阿弥陀佛把它翻成中文 你自己念一念 你把它看一遍 你就明白了 你们想一想 哪一尊佛不是无量智呢 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呢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本名 我们一定要明白 佛名号的真正的含义 所以一切诸佛读书都劝导我们 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呀 你神很多事情 不像一般人 你看 要拜千佛 要拜得很辛苦 你只有真诚心里念这句阿弥陀佛 不是千佛 是无量佛 全部都在这句阿弥陀佛当中 谁能够相信呢 谁能够相信这个法门呢 所以死方一切诸佛如来 所以你看到我们在弥陀经里面 看得很清楚 释迦摩尼佛告诉我们 不可以扫上跟福德姻缘呢 这个法门真的是男性之法 所以你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明白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在这一段里面 佛告诉我们 我们看下面的 至于是佛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也是我们自己自信的本名 所以佛在大成经 佛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皆也佛信 中风果实说得很清楚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本来就是你 你要接受这个道理 你要接受这个事实 你要直下这个承担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你的自信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你本来就是有佛性的 你本来是佛的吗 那为什么现在变成反复呢 为什么呢 他迷了吗 你把世间把假的当作真 你今天迷了 你就是反复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末法世界 这个末法时期众生的物质生活富裕 但是身心却不安 什么原因呢 因为迷了吗 贪欲 称慧 愚痴 傲慢 目中无人 对于圣贤的教诲 有怀疑 不相信 就是因为迷了 迷失了本性 今生才变成这个反复 你本来就是有佛性 虽然你已经迷了 但是你这个佛性还是存在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只是现在被迷住了 但是你那个佛性还存在 比方说好像一个人喝酒醉了 他虽然醉了 他暂时醉了 但是他那个我还是存在 比方说我今天喝酒醉了 他暂时已经醉了 但是醒过来 他还是回复他自己的本来面目 虽然我们今天 被这个外面的五义六成 明文立养 自私自利已经迷住了 但是你那个佛性还是存在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 所以尊敬的追同修大德 佛在华眼睛 佛成佛之后 为我们讲了一句话 非常的重要 我们看下面 喜哉喜哉啊 佛告诉我们 在华眼睛 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喜哉喜哉啊 一切终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但以妄想分别而不能争得 你本来就是佛的嘛 就是因为你的妄想 你的分别 你的执着 来障碍 来障碍你本来是佛的 你今生可以往生西方体的世界 你能够了生死出三界的 那为什么了生不了 为什么往生不了 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世间的执着 因为对内心的贪欲 对外面的自私自利 明文利养 来障碍我们今生 能够得到更圆满的佛果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尊敬的 随同修大的 你们的能量是很不可思议的 如果你的能量用在生活 来赚钱 来搞明文利养 或者来搞一些生活富裕的这些 明文利养的这些的 那太可惜太小了 你能够把这个范围用得更广 把你的能量来做什么 来修行成果 那你就不可思议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尊敬的注意同修大德 为什么偶一大师教我们 要信佛爷 信什么呢 信你自己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 信自己本来能够成佛 相信自己 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你只是因为现在迷了 但是那个佛性还存在 只要你觉悟了 你就是佛 你迷了 你就是众生 所以在这个地方 偶一大师为什么把信佛元 排为第一的原因 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劝导我们念阿弥陀佛 就是教你要觉悟 只有觉悟的人 才能够过幸福的人生 只有觉悟的人生 才能够帮助了生死 只有觉悟的人生 才能够帮助我们超越六道轮回 只有觉悟的人生 才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 能够成佛 回复本来的面目 所以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 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劝导我们要念这句 阿弥陀文号的功德 就是这个原因 把你的自信 本来的面目 回复起来 那你这一生就不得了了 这个就是为大家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为什么偶一大师 在这个七种身性里面 分为头一条 就是告诉我们要谢佛言 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是第一个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偶一大师是怎么说的呢 偶一大师告诉我们 你要谢佛言 所以很多人 有时候我们去观察 虽然身 都在这个念佛堂里面 在念佛 心有没有在佛 不一定 虽然我们今天你看 我们就在里面在念佛 心有没有在这个佛 佛名号当中 我们有没有在真正在念佛 这句名号 也不一定 所以为什么念佛的人多 得不到利益的人少 为什么 火在念弥陀 心都是胡思乱想 所以得不到利益 是不是 你看 眼睛看佛像 但是心里面不在想什么东西 很多人都是有这种的毛病 所以偶一大师 以前在世的时候告诉 讲了一句话 现在的众生 太难度了 所以 怎么劝他 怎么劝 他还是随着自己的习气 随着自己的习性 所以没办法 所以中国人 古人又讲一句话 就自作自说 就是没办法 那偶一大师在为我们说明 第二个就是信佛愿 这个佛是指谁呢 就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的导师 这就归我们说明 就是阿弥陀佛了 那愿是指什么呢 是我们一定要深信 深信什么 深信阿弥陀佛 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发四十八大愿 你要相信 确实阿弥陀佛因地修行的时候 有发这个愿 所以为什么偶一大师告诉我们 教我们要深信四十八大愿 因为很多人对这个四十八大愿 没有一个真正的深信 比方说 以前有人 曾经问过我一句话 他说 他说师父 我们一天到晚 把阿弥陀佛念个不停 一年三十六五天 六十五天 天天念他的名号 天天来称念他的名号 阿弥陀佛会不会觉得很烦 你想一想 我曾经有遇到一些句式 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 每天念他 一天到晚都是念他名号 不管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到礼拜天 天天就念阿弥陀佛名号 阿弥陀佛会不会很烦 人都很生气 这个问题就好像什么 好像孙子念姥姥 或者孙子念奶奶 一天到晚念个不停 姥姥阿奶奶阿姥姥阿奶奶 有时候我们做奶奶的会感觉很烦 你知道吗 你有这种的想法会有时候感觉到人家说 会不会很烦很啰嗦 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人家会这样想 有时候人家会这样想 会不会生气 当然不会 我们看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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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不但不会生气 而且阿弥陀佛很喜欢 你能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阿弥陀佛更欢喜 为什么呢 因为阿弥陀佛要我们天天念他 而且大家你去看一下 阿弥陀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在世间自在王儒来前面发达四十大院 特别是第十八院 你看第十八院怎么念 我做佛使十方众生 文我名号 文这个字很重要 自信信要所有上根 心心回向 验生我国乃至始念 若不生者不取正洁 为处无逆 诽谤正法 你看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念佛得利益 闻佛得利益 念佛得利益 阿弥陀佛在这个院里面 告诉我们 教我们什么 教我们念念他的名字 你怎么能够说阿弥陀佛会生气呢 阿弥陀佛会烦恼呢 阿弥陀佛会很烦呢 不可能 因为在这一院里面 阿弥陀佛要我们天天念他的名字 念天天念他的名号 因为你念他的名号 阿弥陀佛是最欢喜的一件事 所以文这个字是听文也含信受奉行的字意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要我们念他的名号的名证 所以你要相信 今天给大家简单说明 让大家明白 如果有一天人家问你 你天天念他 阿弥陀佛会不会生气 你就跟他讲 阿弥陀佛不但不会生气 而且天天鼓励你 天天你念他的名字 他更欢喜 哪怕是你24小时不停的 来念他的名字 他也不会感觉啰嗦 所以你看台南金钟学会 那个五楼念佛堂 每一天啊 24小时啊 不间断 台南金钟学会啊 我们博士没办法 不要说24小时 24小时 你能够一个星期 供修一天的阿弥陀佛了 算不错了 你看那个台南金钟学会哦 每一天24小时哦 都有人在上面念佛 不管有多少人 有五个人 有十个人 每一天都有这样 24小时的 这个星期是谁 这个星期 这个星期是谁 哪一批的 哪一批的 都有分得很清楚的 阿弥陀佛不会感觉啰嗦吗 他不会 不仅仅是第十八愿哦 我们一定要留意哦 不仅仅是第十八愿哦 而且在四十八愿里面 总共有十 有几愿呢 众生 闻名号 获益之愿 总共有十三愿之多 你想一想 在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 有十三愿 都是在讲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那这十三愿是什么呢 我们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尊敬的主义统修 这个就是偶尼大师 在弥陀经要解里面 为我们简单的说明 第一个 教我们要信佛愿 第一个教我们信佛愿 为什么要信佛愿呢 因为四十八愿的功德 都是在指 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 因为四十八愿一展开 就是在讲 西方极乐世界的无尽的庄严 无尽的美好 而这个美好的庄严 都是得到四十八愿的加持 所以你一定要相信 你不相信 你对西方极乐世界 你没办法四十不退的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首先必须要先跟大家说明 必须要把信能够讲明白 讲清楚 你才对这句名号产生的深信 产生的相信 产生的信心 今天我就有一个简单来 为大家介绍 等下个星期 再为大家来说明 为什么我们要相信 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的功德 那这四十八愿里面 而有十三愿都是为我们说明这句名号的功德不可适宜 那这十三愿是哪十三愿呢 那下个星期再跟大家报告 今天简单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祝大家老实念佛 祝大家要相信 释迦牟尼佛的话 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我们一定要顺从释迦牟尼佛的教会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祝大家老实念佛 同生极乐果 六十吉祥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